哎,就这个人自信 直到生活在海边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你想看海的时候随时就可以看 这要是 两瓶喝的,出发 每天照镜子都觉得自己一杯水 哎,就这个人自信 哎,就这个人自信 突然大哥刚才看我的眼神 那点懵 过于自信了 特别好,特别好 就得拿出这份感觉来 态度啊,态度问题 就我去看海的地方 其实离我住的地方还蛮远的 开车的话来会儿大概需要40多公里吧 这个就是习惯问题 就是从小看海的话 就总喜欢去那个 这习惯真的很难改变 每次走到这的时候就感觉 进入那个时光隧道 就要走这条小路 其实前面就已经是海边了 就跟那个穿越了一样 这一般很少有人走这个小路 大家基本都会走这个大路 哎,就这一块儿 来,感觉特别好 旁边就是海边了 看到码头了吗 好,我们已经到了天后车 然后带你们下去看一下 青岛八大峡广场 整个能看到的全部都是沿海一线 这个地方就是因为人不是特别的多 相对来说 然后再加上比较好停车一些 有的时候你可能不想下车的时候的话 坐在车里然后也能看到海 就感觉会特别好 然后如果你想下去的话 就可以直接直接拥抱大海 就这些地方我以前特别喜欢在这扔漂流瓶 我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尬寡 就是那时候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或者是发泄一下情绪 然后写完了大半夜 可能一两点钟然后跑到这边来 就在这些位置上我都扔过 然后扔个漂流瓶出去 就很好玩 一般好像都是 独住在海边的这个小伙伴 对海会有种情节 或者是南方的小伙伴 可能对于看雪有种情节 但是我就属于那种生活在海边 海边长大的这样 然后还特别喜欢看海 所以海边还是非常适合我 白天来看海的时候 和晚上来看海的时候 心情其实是绝对不一样的 我就比较喜欢晚上来 尤其是人不多的时候 你心情好的时候 或者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就来看看大海 有的时候就海平面就很平静 有的时候可能遇到风浪的时候 它能给你带来各种各样的心理的情绪的变化 然后有的时候也会让你特别平静 然后还有的时候呢就是 怎么说呢 越看心越烦 从这个视角你基本上可以看到 青岛的沿海线 就现在灯火透明的地方的话 就全部都是海边 曾经也说过 说这都是震打下来的天下 还有很多在这海雕的 我觉得这种生活态度其实特别好 你看很多东西有的时候都会给你很多感悟 你就看像大爷在这跑步 感觉速度不快是吧 但你会发现有时候一跑能跑一两个小时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不代表说你跑的有多快 而是你一直能在这跑 下去转一转 然后看一看海 然后回到车里 可能听听音乐 然后自己想一想事 思考一下 有的时候一坐能坐一晚上 就是可能每个人的这个调节情绪的方式不一样 或者一些喜好不一样 就以前的话可能 经常喜欢跟朋友啊 然后出去所谓吃吃喝喝啊 闹闹轰轰的 就把朋友游游的玩一下 但你会发现好像到了一个时期了以后 你有什么事的话 就不太愿意再去跟很多人去 去说呀 或者是再用这些方式 你可能更喜欢一个人的话去安静一下 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个 这个感觉 所以以后有来青岛玩的小伙伴的话 我推荐你们可以到这边来看一下 感受一下大海的力量啊